我们立刻来关注一下 今天在国际上面的这件大事情 就是伊朗的总统 其实在昨天晚间就已经传出来 好像硬着陆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大家就非常关心伊朗总统生死未卜 但是上午的时候已经证实了 就是包含了伊朗的总统外长等9人 坠机的现场是无人生还 9人是全数罹难的 这个事故地点是发生在 德黑兰的西北大概600公里 亚赛拜然边境 这边城市乔法尔附近 莱希他当时是搭机要前往亚赛拜然 来参加大坝落成典礼 根据伊朗宪法的131条 如果总统在位时辞世 就会由第一副总统来接任总统的职务 接下来就由第一副总统跟国会议长 还有司法机关的首长组成委员会 会在50天内来安排总统大选 那还有荷兰的媒体发布了 搜索的第一手航拍画面 就是当时生死未卜的时候 他就有出动空拍机去拍 发现哇已经烧成了废铁 所以看起来不容乐观 那后来陆续证实就是说 这个伊朗的总统莱希 真的是坠机罹难了 德黑兰现在也是赶紧召开紧急的会议 但是大家也非常的担心 说这样子的一起事件 会不会也会造成 接下来中东地区的动荡 美联社就认为说 因为现在伊朗的影响力来看的话 恐怕会造成中东地区的一些动荡 因为伊朗数十年来 一直在支持黎巴嫩 叙拉克 叶门 还有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 伊朗透过这些力量 试图阻止美乙方面的袭击 那当然阴谋论也开始想起 很多人在看到伊朗出事的时候 现在直觉就会想到说 前一阵子发生冲突的以色列 会跟以色列有关吗 那韦伯现在也在热议 是不是摩萨德出手了 就讲说这不是一期简单的事故 背后有摩萨德的幽灵 这一起意外呢 这么多堆在一起 一件事情是意外 那如果这么多堆在一起就不是了 这很像是摩萨德的风格 那莱西在直升机失事前 其实你看到 还有这个最后身影拍起来 也没有什么异状啊 所以人家讲说 这看起来有猫腻 这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背后 有人动手吗 有人幕后操刀这件事情吗 那以色列的摩萨德 其实在过去都有相关的报道 到底有多厉害 建国七十年涉及了 至少两千七百起的暗杀 除了枪杀 他们其实摩萨德还会利用 采取各式各样的暗杀方式 包含了炸弹 绞杀 电极 用毒 运作的这样的状况 十分的缜密 而且有条不问 情报人员训练有素 而且会彻底深入 研究被害者 也会严格的 分析过去的暗杀行动 作为学习经验跟教训 此外 这个摩萨德呢 他还有大批的支持者与帮手 比方说像是医生 银行家 以及可以提供 侏儒像是这种交通住宿 等现实需求的人 那莱西搭乘的这一次 他搭乘的是美制的UH-1 这是在1979年 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 美国卖给伊朗的飞机 但是因为美国后来 就制裁了伊朗 以至于这个伊朗 很难以再获得零件 他们只能自行仿造零件 所以妥善率一直 是很勉强的 就是有待加强的 因为拿不到这个原厂的零件嘛 那现在还有这样一个消息 马上就跳出来 NBC跳出来告诉大家 我们都还在猜的时候 第一个出来讲话的是美国 讲说 现在这样未发生任何存在谋杀的证据 人家觉得说 这有点像是北溪事件 每次好像是不是 这个 就是等于说 犯案者都会在第一现场 当作目击者 然后假装了 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我发现没有任何的谋杀证据 人家觉得 是不是有点死地无因三百两 你看这个美国参议院 多数党的领袖讲说 我们现在看起来 美国情报部门 没有发现这些证据呢 那再来 也有人分析了 因为这个莱希 其实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也是在这个去年的时候 才访问中国大陆嘛 大陆现在官方 也是高度关注这个 坠机的事件 所以央视也有特别 这样子一直在关注 然后有实时的更新报道 那莱希其实他算是强硬派 然后而且促成了这个沙伊复交 他其实是现在 伊朗最高的这个精神领袖 哈米尼的门徒 在2021年选总统之前 他是伊朗的司法部长 也被视为是哈米尼未来的接班人 那沙国跟伊朗 是在2023年的3月10号 在北京宣布恢复了外交关系 当时大家也是 哇这举世震惊 就说哇这世仇也可以握手言和 那所以当然这个中国大陆促成了 这样的斡旋 也是习近平亲自斡旋促成的嘛 那这个莱希踏处的这一步 也为这个政治 遗留下了这样一笔 那另外呢 他是在2023年的2月份的时候 访问北京 这也是事隔22年之后 伊朗总统再次对华国事访问 那还有他也是主导了加入上河组织 那人家就想到说你看 他才这样子访问完中国大陆 也跟中国大陆关系很好 就像前一阵子我们才看到的 斯洛伐克的总理 也是被就是预赐嘛 那他其实那时候原本也是预定 6月份要访华 难道跟中国大陆走近的国家 就会被什么样的一个力量给瞄准吗 这是一种巧合吗 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 介老师怎么看 其实伊朗这个常常是这种 恐怖攻击暗杀的对象 像这个也差不多四年前吧 还更早 那个他的革命卫队的这个司令官 苏拉曼尼 事实上就是被 那是美国公开认 公开说是他杀的 他说是他杀的 然后用这个无人机 精准导弹把他炸死 虽然不是在伊朗境内 是在伊拉克 可是可见他们对这些 伊朗高层人士的这些动向 掌握得很清楚 他到哪里 或者在做什么 随时可以掌握的 这是美国的 那不过2020年 伊朗有个核科学家 也在伊朗被人家暗杀 但是这个 因为伊朗现在在国际政治上 这个反对他的 最重要的就是反对 他要发展核武器 所以核科学家的身份 非常敏感 可是这个核子科学家 在伊朗也被暗杀了 也是他的行踪 他的这个日程 完全被敌人掌握 那当时大家都认为是 就是这个 以色列的摩萨德 就做的 当然 他既然有本事做 他就不会承认的 这些他不会承认的 所以这就变成一个悬案 不过最近整个国际上 这种对政治人物的 这种暗杀 现在越来有升高的趋向 比如说日本的 这个安倍晋三 虽然他是因为 他自己的家族 长期跟这个统一教 这个关系暧昧 收取大量金钱 然后可是呢 造成一个家底 他母亲被这个 这个统一教搞得怎么样 家破人亡的一个 受害者年轻人 他这个心生不满 就把这个 这个安倍就暗杀了 那不论如何的话 就是说 这个国际社会 这个整个我们这个地球上 很多国家的政治 都越来越走向什么 比较极端 国与国的关系 现在从过去全球化时代 大家一片和气 大家都怎么样 都怎么样 专心的发展经济 这个时代已经过了 国与国的关系越来越 越来越紧张 那所以呢 这个伊朗在这个 这个时刻 他的最高领导人 也不是最高 就是他的总统 就是明显 明显 那么突然这个 发生了这个 飞机坠机事件 当然引起各界的 纷纷的揣测 那会认为这个 以总统之尊 事实上他们的行动 各方面应该都是 在最高的安全的 被介护之下 那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大家就纷纷揣测 那你要知道 就是说 在上个月 那么以色列 曾经遭受到伊朗的攻击 对 伊朗那个时候 没有很强烈的回应 所以你如果说 现在跟伊朗 这个以外部来讲 最头号敌人 当然是以色列 大家这样猜测 说摩萨德做的 我觉得 也不是说 没有一个 一个思路的根据 对 当然你要找到 最后的一个证据 那很难的 那不过美国 这个时候 露出马脚 首先来公布 这个说 没有楼杀的证据 我不知道干嘛 这个时候要跳出来 那从犯罪心理学来讲的话 很可能他就是知道 知道内幕 才会做这种事情 当然了 这个是我们在这边推测的 好 来问来老师 伊朗的总统死亡 会不会引起伊朗的国内的政局动到不安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不会 因为最主要就是说 他们的精神理就已经第一时间就出手了 也就是稳住伊朗的政局 而且要求伊朗按照宪法的一个规定 那么宣布继承人等这些程序 那么继续启动 所以他已经出手 稳住伊朗的政局 那我们要问的就是 那到底是怎么死亡的 那当然 机械故障的死亡率不能排除 但是是被他杀 也是不能排除 同样都不能排除 为什么 因为在没有获得更充足的证据之前 我们都不能排除各种可能性 那我们现在就先从 他可能被杀的角度里面来分析 首先我们看到伊朗跟以色列的关系 事实上是这段时间是恶化的 首先是以色列炸了 这个伊朗驻利亚的大使馆 他的旁边的领事馆 打死了伊朗新派任的几个民兵的指挥官 那伊朗就组织了反击 而且警告以色列不可以反击 那伊朗的象征性的报复行动 没有造成以色列人的大量的伤亡 那以色列在那段时间 似乎也在相当的克制下 没有产生再度的反击 所以这个事件好像就告知一段落了 这样的一个情形 可是我们觉得不以为然是在于哪里呢 是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 目前他的政权开始被逼宫了 他的甘之也就是他组成的战时内阁里面的最大的反对党的甘之领袖 甘之目前得到拜登的支持 拜登更支持甘之 更讨厌内塔尼亚胡 甘之在这两天 前天突然间警告内塔尼亚胡 6月8号之前告诉我 你要去打南方 打完南方以后 你怎么有效治理 怎么安排这些难民 怎么安排这些灾民 你要告诉我 你所有的计划 我们要审查你的计划 可行或是不可行 如果你在6月8号之前没有给我的话 我要退出战时内阁 我要发动提前解散国会 倒阁 然后重新改选 甘之的这样的一些动作 其实很明显的有美国的影子在里面 因为拜登跟甘之的感情 比跟内塔尼亚胡的感情更好 我觉得内塔尼亚胡 他面对内部的这样的一个逼宫 然后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他的极右派说 你不打的话 我就把你推倒 他左右两边为难的时候 那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 扩大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矛盾 扩大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矛盾 杀了指挥官不够 最好就是杀了总统 杀了总统 那伊朗扩大了 动员他的所有的支持者 包括黎巴伦 这珍珠党 包括叶门的胡塞卓士 包括叙利亚 全方位的跟以色列 如果爆发更大的冲突的话 这个会逼得美国的外交政策 马上转向 全力支持以色列的政府 而以色列的甘之 也没有话讲了 为什么 因为暂时内阁不能解散 以色列面临国家安全的危机 要全部移住对外 内塔尼亚湖的政权保住了 我个人的推断 这是从阴谋论的角度来推断 那没有证据 如果有一天有证据的话 我们的推断就站住脚了 好 李将军 我的推断都是认为说 是意外的失事 第一个这架飞机 它是UH-1H 这种飞机 直升机我坐过 那时候这种飞机其实非常老旧 我们台湾已经淘汰掉了 第一个它这个飞机 其实动力是有限的 是越战的时候的飞机 动力有限来讲 它就飞不高 你要去过山的话 你不见得过得去 你如果说没办法爬到更高的高度来讲的话 你会过不去 那我们这次看到它撞在山里面 有很可能是说 这架飞机已经是 如果说按照1979年到现在来讲的话 已经45年了 那这45年伊朗已经被这个美国制裁 很多零附近没有供应给它 我很压抑说是 怎么总统还坐这种直升机 那确实是非常的危险 第二个 其实这架飞机 我们那时候坐我们都不敢 所以一架飞机上面坐到九个人 这种飞机 我们知道它马力不够 就像是一部老车 老牛 你不可能说是坐满 新车来讲 马力充足的话 我车上坐五个人 如果说是老车的话 顶多是坐两个人 三个人 你要爬上和弯山 你就爬不上去 同样道理 它这架飞机可能为了随护 或者是外交部长 搭着一起过去 所以说飞机上挤了九个人 我觉得九个人重量太多了 第三个我从什么来研判 我从坠落的那种下面来看的话 你知道直升机是没有降落伞的 其他飞机员 战斗机飞机员可以背降落伞 但直升机来讲的话 它是不用降落伞 为什么直升机不用降落伞 因为直升机一旦故障的话 它那个螺旋桨还会继续转 也就是你利用最后的那种降力来讲的话 螺旋桨那种升力来讲 啪啪啪啪 可以慢慢着陆 可是问题它下来的地方刚好是山区 所以明眼看得出来 它是我们用一种词叫硬着陆的方式 撞到地上 所以看到周边没有什么发生 火灾或干嘛 那我个人是研判说 是可能是这种 因为天后又是大雾 飞机又这么多的状况之下 它可能在飞机性能不好 马力不够你就坐那么多人 可能这种可能性很大 但不管怎么样 今天早上这件事情 我今天早上一看 对不对 我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黄金暴涨 大涨到2440几块 涨了差不多230块 涨很多 没盎司涨那么多 可见全世界来讲的话 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关注 那后来它虽然说 这个尤其在这个 这个伊朗跟以色列发生争执突的时候 伊朗又跟 这沙古提阿拉伯刚建议的时候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一定是全世界所关注的 那我们比较担心是 后续来讲 石油的油价会不会因此而推升 这是我们这个就世界观点来看的话 影响到我们台湾 就是后续因此而由下有所推升 这是我们要注意观察的一件事情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欢迎回来 新闻大百话 我们来关注一下 美国现在还要持续追杀中国 它说为了要保护 他们的本土产业 对于中国大陆的太阳能 关税提高到50% 而且取消双面太阳能的关税豁免 那他说呢 从25%增加到50% 那取消大概是已经有两年之久的 这个关税豁免 那也将恢复对于马来西亚 柬埔寨泰国越南 生产太阳能版的这个关税 也要恢复啦 因为帕尼西产地 那再来 拜登说对华这个加征关税 但是反过来会不会美国的企业付出代价呢 因为其实美国有大概 他们说从中国大陆进口的这个半导铁 大概有六成是美国企业生产 并且在中国完成的 那最终的工序呢 也会再次进口的这个产品 美气今后有可能会被迫调整供应链 那特别是在这个EV站主流的 车载离电子电池方面呢 中国大陆占有全球的市占六成 石墨的供应更是有七成是仰赖中国大陆 加工精炼的依赖度也非常的高 那电池占了EV生产的成本 大概三到四成 那所以呢 如果没有保证 没有办法保证这个电池跟石墨的 替代品的采购来源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那可能是自己会害到自己啊 这个生产的成本反而会加增 拜登这样子挥一个关税大棒 那对于中国大陆而言 那感觉上面 这个未必是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和平国际环境 那还有让中国开拓国际合作 解决自身经济的一个瓶颈 所以拜登呢 未来半年会持续加大来打击中国 但是中国却无需刺激他加速打击 那这个是这个香港新岛网的一个讲法啦 那中国大陆当然立刻也是给予一个回击喔 就是当美国提高了这个关税之后呢 中国大陆立刻这个商务部我就批评 就说哎呀你们在那边讲说这个电动车喔 以及美国通用的动力陆地系统呢 也都被列为现在这新一波的制裁清单 美国现在加税严惩呢 恐怕影响入场是有限的 根据彭博的分析师讲说 短期来说啊 这些关税的措施 对于中国大陆的影响其实不太大喔 那还有这个贸易报告说 其实中国大陆现在是非常关键的全球供应商 因为主要来说啊 这个要全面脱钩是很困难的 有将近五成是在中国大陆生产或者是这个供应商喔 那他们是很难以锻炼脱钩的 所以美国现在你就算嚷嚷个半天啊 你也未必能够真的脱钩成功 那另外特斯拉也被人家拍到这样的画面喔 就说哇是不是滞销到这种程度喔 这个他们现在面临到产品阵容的老化 电动车市场降温喔 所以他们就被拍到了在这个密苏里州 呃圣路易处喔 一个关闭的购物中心停车场 欸他们来租借 现在放了400多台代售的车喔 当作库存堆放处 还有他的FSD也出现了状况 因为他竟然 竟然喔 有车主讲说 欸我使用你这个FSD的功能喔 你竟然有两次 尝试直接 这个开向正在通过的火车喔 差点要去撞火车 所以他们觉得说挺可怕的 而且特斯拉现在在韩国也被烧过去了 老员工现在得要自愿离职 然后多发两个月的薪资 就是这个这一波裁员潮 现在韩国的特斯拉同样也受到了牵连 好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 介老师怎么看 呃其实拜登这一波的这个 对中国大陆的产品喔 加征克征这种喔 呃WTO这个是个国际经贸法规 或不允许的这种额外额外的关税 纯粹是为了我认为是为了这个怎么讲呢 这一波纯粹是为了选举而做的 是对这个相关产业 不管是电池 这个汽车业 还有呢 相关的产业的工会 等于一种买票的行为 那就是当做牺牲中国大 以牺牲中国大利益 来满足拜登自己的选举的利益 那这非常清楚 美国过去选举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竞选人 如果是限制 常常是用这一种方法来 等于说相对的 来买票 不过就长远来讲的话 美国事实上 它是要用各种手段 来打击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 因为过去美国的是 一直是中国大陆最大的什么 贸易伙伴 那么中国大陆 2022年我记得 大概卖到美国的产品 有将近差不多5000亿美元 可是呢 经过美国的这个一番折腾以后 去年到2023年 那么中国大陆 这个对美的贸易 整个下降了11个百分点 那为什么美国要这样做呢 其实美国当然自己会服务的 因为美国 他不想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 的一个怎么讲呢 一个贡献者 他的目标是把中国经济拉下来 那如果美国的市场 是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 是一个贡献者 他当然要把这个角色转换了 所以长城的话 他就是要让中国的大陆产品 从美国的市场 一个一个的消失 他会只要能做就做 那他的快慢跟选择在哪里呢 就是说他把这个产品 从中国大陆产品 从美国市场赶出去过 不要同时造成美国社会 或者美国相关产业 更大的伤害 所以要看这个产品 有没有取代性 取代性如何 替换性如何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长期的策略 一定是要把中国的产品 从美国的市场 一个一个的怎么样 把它赶出去 所以这个只是一步一步长城 不过这一波的做法 事实上跟拜登的选举 是有密切相关的 不过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事实上的话 中国大陆 你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他不愿意跟这个美国 在经济上有太大的这个脱钩 可是中国大陆也不断的在怎么样 也在转移市场 也在转移市场 那么跟美 他能够 他要依赖美国的部分 他也慢慢的在怎么样 在脱离 所以事实上的话 这个美中两国之间的这种 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经济斗争 事实上已经到了一个怎么讲 无法转 我认为无法转还的余地 就是慢慢往这边走 不过这个比较会影响的道德 都是夹在中间的 就是在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正好夹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 你看美国跟中国大陆斗争的话 就要把台湾的台积电抢到美国去 所以美中斗争是非常非常密 可是我们今天 我们自己要认清一点 我们从现实角度来看的话 大陆是台湾最大的海外市场 我们如果没有从大陆一年 赚进大概1500亿美金的 这个贸易的入钞的话 出钞的话 我们跟世界其他任何地区的贸易 我们都是赔钱的 加起来是赔钱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我们政府应该有一个 良好的避险政策 而不是一面倒向美国 美国是不断的要撤出中国大陆 我想请问台湾的产品 如果从大陆撤出来的话 那么我们有找到新的市场 比如说赖清德八年的南向政策 请问一下我们跟东协国家的贸易有增加吗 这个市场是 你如果说是你不是一个强势经济的话 你是很难去主导这个市场的方向 那美国是可以 美国是可以主导 可是美国也付出代价 那我们台湾的话 说实话 我觉得在这个美中经济更加怎么讲 更加斗争 更加激烈的这个未来的趋势之下 我觉得政府一定要很务实的 以台湾的经济发展 我作为最好的一个 作为最主要最高的考量原则 蔡英文那个八年 对台湾经济 最对不起台湾经济 他就是帮着美国 把我们台湾的这个护国神山 台积电 不但送到美国去 还送到日本去 现在还要送到欧洲去 这就是完全怎么样 为了配合别人 牺牲我们台湾自己的经济利益 你叫利将军 其实美国现在拜登说 跟这个川普两个人 在彼此互相喊着要提高 对中国的关税 我觉得这完全就是 这个选举操作的语言 其实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我特别请大家回忆一下 当初四年前 拜登跟川普两个在竞选的时候 拜登讲出来是要降低关税 尤其是在前年他刚当选一年之后 本来他也要降低关税 后来是因为戴琪那边很强硬的鹰派手段 他不愿意降低关税 所以这关税还没有降低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 拜登又想要降低关税 因为他知道美国自己已经走向通膨了 你根本就离不开中国 你很多的供应链很多东西都需要从中国进口 那你自己提高这么多的关税 进来的话 这些关税最后都转嫁到 他们自己的老百姓身上 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 说要提高关税 让我们看到说 这两个老人在那边吵一场 毫无意义的价 然后第一个我们要知道 他说电动车要提高关税 从25%提高到100% 这真的很好笑 你知道中国电动车在美国 占有率是多少吗 百分之零点六 那你提高这有什么意义呢 也不过就是千分之六 那你能够提高多少 而且中国在美国的电动车代理商 只有一个厂商 那你这不是操作语言是什么 第二个我们今天讲说 这个中国现在新三样 也就是电辅产业 电动车 还有这个电池 你知道这三个东西 虽然说中国现在的量 已经占到全世界的六成以上 那为什么能够占到六成 第一个他从供应链开始 他从原料开始 铃矿开始 一直到生产 他所有的技术 都是中国自己的技术 那是目前来讲的话 这种专利这种技术 对全世界各国来讲 也是遥遥领迁的 各国都必须要依赖这种东西 你根本就脱离不了 你今天如果说美国 硬要提高这种关税的话 我跟你讲 那就是奎花宝典 欲练神功 必先制功 你自己来讲的话 你要不要走向地球的这种 環保化 对不对 避免地球暖化的结果 如果说你一直不愿意接受 这种新的太阳能 新的绿色能源来讲的话 你后果只有让自己 这个地球更暖化的状况会更严重 你就让自己的冲锋会更严重 好 白老师 我觉得这一次在旧金山 拜登跟习近平的会晤 习近平有跟拜登谈到有关于 你如果再对我的产品 一直这样课证关税 那中国大陆不会坐视不管 那中国大陆一定是说到做到的 他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那果然我们也看到了 美国拜登还是坚持要课证关税 所以对于新三样 课证关税从50%到100% 而中国也安安静静地 也开始课证了 因为中国采用的方法 还是在WTO的框架下 美国采用的手法是 违反WTO的框架 所以每一次在WTO被告的时候 都美国都告诉 告诉以后 美国人就说我管你 那这样的一次两次三次以后 大家都会认定美国是霸权 美国是破坏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 而中国都是在WTO的框架下的话 它就变成你比较难去批评它 你也难攻击它 那WTO的框架 大陆大部分都是胜诉方 对澳洲是如此 对美国也是如此 那这次采用的是什么方式呢 是反倾销调查 那反倾销调查 它打击的是非常小的东西 可是这个很小的东西 你不得不去证实它 就是实化产业 这次打的就是实化产业 也就是说 对实化产业的反倾销的调查 开始启动了 而且会追溯到2021年 那这个实化产业做什么呢 它是做 例如说我们在电脑里面 有一些像螺丝 不是像齿轮 塑胶的这种齿轮 其实就是用这种 实化产业的原料做成的 而中国大陆自己本身 生产制造大概在60万吨左右 可是全球大概在189万吨到190万吨 所以大陆的需求量进口大概在30到40万吨 而这里面绝大部分来自于欧洲 美国 台湾跟日本 所以台湾跟美国很多在大陆的厂商 他们所用的汽车的这些零料件 电脑 手机 平板 所使用的这些零料件的 跟塑胶有关的 这些基本上来讲 那也就是从海外进口 那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时候 那对台湾的实化工业 或者是对于美国 还有对于台湾的那些 台湾在大陆的台湾厂 美国在大陆的工厂 其实都会构成一些问题了 也就是说他要找新的货源 要不就是要抬高更高的一个价钱 欢迎收看新闻大百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国际事务专家 赖月谦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钱大使借文集 翟轩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还有这个退役少将 栗正杰 翟轩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立刻来关注一下 今天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那今天也是我们这个 520赖清德就职特别报道 520新政局 5月20到5月26 下午2点到晚间10点 锁定TDBS56频道 好 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当中 提到了中华民国9次 中华民国台湾3次 而提到了台湾84次 马上被人家数出来 那特别是他这样子 现在已经被定调说 是不是一种两国论的论述呢 他说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任何一个政党都要反并吞互主权 不可以为了政权牺牲国家主权 他说他是基于这个中华民国宪法来做这样的解释 但是也有人认为说好像宪法也不是这样子来解释的吧 所以引发了非常多的争议 此话一说完 马上台股就反映出来 当他讲说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时候 台股就立刻大跌150点 那据了解好像政府四大基金跟大型的公股行库 赶紧的进场互盘承接 因为本来在11点40分 他一讲完之后呈现一个大跳水的这种状态 那互盘之后拉着拉着拉着拉尾盘 但是最后收盘大概只小涨了13点左右 那另外还有赖清德重返令院准备军 也就是说5171晚上在令院外头的那些人 有一个群组 那群组里面也被截图出来 就说啊很感动啊 赖清德终于执政了 这是眼角犯泪啊 别小看赖清德的勇敢 还说要把那个烂宪法改掉 因为之前赖清德讲说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嘛 那他们就不断的喊着说现在要来修宪了 那如果真的是要走上这一步 现在其实中国大陆也是密切的关注 这个赖清德所言所行 以及接下来的所作所为 那解放军在今天就是也有这个六架次 进入到了接近基隆非常近的地方 仅距离43海里 然后还有飞进到俄卵比 那感觉上面也都在密切注意这件事情 但是这样子类似两国论的论述 不知道接下来会有引发怎么样的一个效应 恐怕美国也好 或者中国大陆也好 都会有所回应 那我们看看 这个其实今天 我们的国军 同样空军 也是在紧锣密鼓的这个准备 他们说召回所有的飞官战机 然后现在要全面的这个警戒 他说为了避免解放军在就职日的时候 有任何的动作 所以国防部也下令 在昨天的时候下令三军的部队战备 提升为重点战备 还有空军所有的飞行员 也都被召回部队待命了 还有各基地的战机 以及这个飞弹部队 也都是全面的警戒 所以今天其实整体来说 520就弥漫着一股这种 一丝不寻常的氛围 那再来我们看看 微博上面的预约谈天 秀出来这个大陆的海巡船 上面的五星红旗跟金门岛同框的画面 那他们这样子的照片PO出来 好像也是在宣示 或者是在这个展示一下说 我们还是密切在关注 现在目前台海的一个局势 那再来我们看看 两岸现在目前的僵局 石化业者说希望政府赶紧出面 因为在520前夕 大陆的商务部有宣布说 将要针对这个巨甲碗启动 反倾销的调查 石化业者很担心说 现在政府跟大陆又没有交集 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产品 遭到反倾销瞌睡而失去了竞争力 那大陆专家有提到了 说现在这个绕台的演讯虽然很多 可是其实不妨碍民间的交流回暖 所以他们说这个解放军 预计不会对于台湾有这种针对性的 或是围台的实弹军演 但是呢对于台湾常态的警循 仍然会持续 不过呢这样子并不影响 520之后这个两岸民间交流的回暖 因为大陆可能也在看说 这个赖清德今天的这个就职演说 到底有没有释放出任何的善意 但是今天大家好像听完 并没有对于这个大陆提到说 民间交流的事情有所正面回复 那再来印太司令 他们现在缺乏常设联合派遣部队 美国的这个前军官就讲说 恐怕是难以反制 中国大陆有任何的突袭 他这个是罗森伯格 他是退役的陆军军官 他撰文写出 现在目前现在缺乏说 随时待命常设的一个联合派遣部队 这恐怕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难以反制 如果中国大陆有任何的突袭 他说如果输掉了跟解放军的第一场战斗 将会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 还有大陆的学者 这个是北京清华大学战略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周波 他有提到他说 美中若为台海爆发冲突的话 站队美国的盟友恐怕是屈指可说 虽然他在全球有60多个盟友跟伙伴 但一旦最坏的状况发生的时候 站队在美国要跟中国大陆宣战的国家 恐怕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那当然现在这个520的局势 的确这个两岸都非常的关注 希望不要有任何的一个往坏的转变 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建老师 建老师怎么看这个台独今孙 今天这样的一个就职演说 我觉得他这个一言必知 就是一个务实台独工作者的一个真情告白 对 是一个推动台独的一个就职典礼的演说 我觉得对已经去兵凶站围的两岸关系 无意伤口撒盐 使这个情势更加的恶化 为什么这样讲 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 这个就是现阶段台独的 对两岸关系的一个 这个一个一个标准说法 他说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那大陆被定位的是什么呢 大陆是被定为外来势力 而且呢 是对台湾进行各种威胁与渗透 是要对台湾要怎么样 把台湾的并吞 及台湾的主权 否定台湾主权的一个国家 而且在世界上呢 他说中国的军事行动及灰色威胁 被视为是全球和平稳定 最大的战略挑战 这个说法 我连美国都没有听说过这样讲过 中国的军事行动及灰色威胁 是对全世界和平委员最大的战略挑战 我觉得这种方法 你想想看 对中国 就是说这件帽子戴到中国大陆头上 你要换作是别人 你做何感想 那更不要说 两岸中国大陆一直讲是同文同种 都是中华民族一份子 那既然他说你是外来势力 你是对台湾进行各种威胁与渗透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基本上呢 我觉得在两岸关系上 我觉得真的难以乐观 难以乐观 那另外我觉得他讲的这些台湾的定位 我也觉得是有一点不太了解 国际情势 他认为台湾是怎么样呢 台湾是民主世界的MVP 他说台湾已经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 我们要台湾呢 是要来决定台湾的未来 同时我们也要决定世界的未来 我老天啊 我们在台湾 我们头一个选到 跟美国该叫我们爸爸 他基本上我们要决定世界的未来 我觉得他对于国际政治 是不是有一点太无知跟太天真 如果他的世界观是这样 我们再决定世界的未来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要为全世界负责 我们到底是要为自己负责 还是为全世界负责 不得了啦 在台湾我们是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他现在是决定世界的未来啦 我老天啊 那我们台湾要对世界 尽出什么责任啊 我们有必要为这个世界 做出什么责任吗 尽什么责任吗 所以我觉得真的有点荒腔走板 对他对两岸关系的如此 不顾及2300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感觉非常非常意外 我觉得他对国际政治决定说 我们是在决定世界的未来这一点 我对于他对世界情势的无知 我也非常的惊讶 那另外一方面他打脸蔡英文 不晓得蔡英文做何感想 他说他上台要全力打击 黑金枪支还有诈骗 他过去他也在政府 他做过行政院长做过副总统 为什么他上台才来打击呢 为什么台湾还有黑金枪 还有什么诈骗 那是蔡英文工作不利吗 他另外还把台湾形成形容成地狱 他说台湾是行人地狱 我老天啊 我们台湾2300万人 每个都是行人啊 我们原来是活在地狱里面 你是把蔡英文的这个统治的台湾 形容成地狱吗 所以我觉得你要真情告白 你要去讨好你的台独群众 你也不能这样子的讲法 这个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那另外一方面我真的觉得 就是说你今天你是一个 没有掌握立法院议席过半的 你自己的得票也没有超过半数 70%有投票人出来投票 30%人根本就没有投支持你 那70%投票支持你 其中投票也只有40%的人支持你 你根本就是一个少数的 少数选出来的 你凭什么讲这些 要怎么样 要依附要改造这个社会 要重建这个国家 这个我觉得 如果他这种心态 他如果贯彻下去 台湾真的 我觉得内内外外 都是内忧外患会接踵而至 真的是喜敌台湾了 所以难怪有人在讲说 当赖清德上任 你就会开始怀念蔡英文了 刚刚听大使分析完 真的已经开始有一种感受了 我们来问一下李将军 我今天早上全程听赖清德的演讲 听了我是冒了一身冷汗 我觉得说是大概赖清德我们台湾 可能就是今天是比较平静的日子 我相信从明天开始对岸可能就不会再熟然 因为我们蔡英文那时候就职的时候 他讲的话还有提到九二共识 虽然说是他含糊其词 但是最后对岸来讲的话 讲的是听其言观其行 但这次来讲的话 我们看看赖清德所讲的话 完全就是向台独来靠拢 赤裸裸裸 毫不遮掩 他虽然提到几次中华民国 我给大家回忆一下 他提到中华民国是在什么样的这种引言之下提到 第一个他是说他是依据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 那是毫无自疑的 第二个他讲到中华民国是什么 是说他有一句话很重要 他说明年是中华民国到台湾来80周年 也就是说他言下之意就是说 今年是台湾建国79周年 明年是台湾建国80周年 大家整个瞧 我相信他明年来讲的话 他在就职典礼或者他就职演说周年的时候 他应该就会冒出这句话出来 第三次他提到中华民国是什么 他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那就很明显了 这句话一讲以后股票立刻摔下来 第四次他讲到中华民国是在什么样的中华之下 讲到中华民国 他说我们将来我们不管是你讲台湾 讲中华民国台湾或者讲中华民国都可以 那意思就是说他以后他都会讲台湾 他不会从此以后他就不会再讲中华民国 你们这些爱讲中华民国的你们去讲中华民国 但是我当总统我就讲台湾了 我想这东西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特别要讲到说 赖金德你这种说法的话 你有没有考虑到说我们台海现在局势 我们要知道这个美国他的战略构想 他一定是他一边面对太平洋 一边面对大西洋 这个问小朋友都知道 假如说你要确保我自己国家安全的话 我不知道我不能在我的海岸来打 我一定要尽量往那边推 大西洋那边就推到欧洲去打仗 所以他在欧洲那边他成立一个北约 那在太平洋这边他就推到台湾这边来 所谓第一岛链包括日本台湾菲律宾 那这次来讲的话 菲律宾很明显已经被美国所挑弄 当代理人的战争 那我们台湾 赖金德这句话自己也是摆明了 他就是要跳进去 当作美国的一个马前途 替美国当看门狗 这已经是毋庸置疑了 可是我要特别提醒赖金德 昨天 前天我看到蔡英文接受BBC访问的时候 他特别讲了一句话 蔡英文你当时八年总统 你现在才讲这句实话 他说中国习近平 这个一直没有放弃武统台湾的这种想法 但是中国要考虑是他的得失 他会不会这个经济后退十年 我特别要讲 我跟你讲他真的是 宁可经济后退十年 要把你台湾打下来 如果你一旦踩到他的红线来讲的话 他就算是退二十年 他也把你台湾得下来 那你说考虑到得失 解放军他大陆来讲 他的失可能是十年 他得可以得到台湾 那我们台湾得失呢 我们得到什么 我们什么也没得到 我们失去了 我们失去台湾的繁荣自由平等 以及我们所有台湾年轻人的生命 都即将失去 来老师 赖清德的演讲 讲到台湾的地位的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股票马上就跳水来 而且跳得这么的深 这么的重 这个代表台湾的股民的严重的不安 那代表大的投资者 他的极度的恐慌 那赖清德的团队早就准备好了 因为他们都知道说赖清德的演说 一定会造成台湾民众的恐慌 那因此呢 他们就又拿了人民的纳税钱 人民的养老金啊 包括我们介大使啊 丽将军啊 还有我们的 我啦 我们的养老金 把我们的养老金再加下去 去救所谓的他的股市 那不是他的股市 是整个大局看起来 你用救的方法救不住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恐慌会有后续效应的 为什么 因为大陆会有很多的动作出来 当大陆有很多的动作出来了以后 那很有可能 你的盘会撑不住 再往下重挫 所以我在前两天 我就跟我的孩子们说 赶快把你的股票都清空 在台湾520之前 那我是全部都清空了 刚刚赖老师讲我就顺便查了一下 今天卖最多的是外资 对 所以信心崩盘的是来自于外资 这样子 我在520之前就全部清空了 一支不六 原因在哪里 因为如果说你看不出赖金德 会在他的就职演说讲台独 那是有问题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美国在5月10号左右的时候 那么由他的驻国务卿 还有罗森博格 就已经开始提出说台湾地位未定论 2758号决议的问题 等于是美国开始做求给赖金德 说你来讲这个事情 所以他已经在5月中旬的时候 已经做这样的一个布局了 说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 这个没有谈到台湾的地位的问题 就谈到这个部分 接着你看美国驻日本的大使 爱曼牛 爱曼牛就突然间跑到了云纳国岛 而且做的是军机 做的是美国的军机跑到云纳国岛 到了云纳国岛以后 跳望所谓的台湾 那意思也就是说 他要把日本 因为日本的岸田文雄也好 还有安倍晋散也好 都强调一件事 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所以美国要操纵 因为他知道如果是台湾跟大陆打 坦白说一个月不到就结束了 这个代理人战争打不起来 因为很快的就结束了 所以他现在是要把日本都拉进来 要把日本都拉进来了以后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就可以扩大 日台跟菲律宾都拉进来 搞一个代理人的战争 因为中国大陆的整个总体国力 大俄罗斯十几二十倍 那大中国 大俄罗斯十几二十倍 乌克兰的情况 都已经打得美国焦头烂额了 当然要把日本拉进来 要把菲律宾拉进来 再加上台湾 这样的大理人战争 才能够真正消耗大陆的力量 他就推到后面去 他的做法是一样的一个方法 可是问题是日本会商当吗 问题是菲律宾会商当吗 可是我个人的推断是 耐心的很明显的配合美国演出了 配合美国演出 所以他在他的就职演说 就讲得很明白 我就是台独 他用的国安团队都是台独 他用的外交部部长也是台独 他自己跟他的萧美琴都是台独 一群台独掌控了台湾的外交 台湾的安全 请问一下 这个团队这四年内 两岸关系之后 会越来越紧张 而不会越来越好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